觀眾朋友們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十二月九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帶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為您著重介紹的是今天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獨家重磅文章 美國國會希望在即將通過的國防法案中對中國進行一系列反制措施 其中包括禁止採購中國公交車還有軌道車輛 甚至還要求把華為永久的放在美國商務部的黑名單上 這是怎麼回事呢 文章介紹說據了解情況的國會助手向華爾街日報透露 參眾兩院共和黨還有民主黨議員已經就國防授權法案措施達成一致 將禁止使用聯邦資金購買中國的巴士車和軌道車 但是禁令不涉及現有合同 這一項法案將影響兩家中國公司的美國子公司 其中之一是中國國有公司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國中車 該公司一直大舉進軍美國的軌道車輛市場 根據估計年銷售額大概在一百八十億美元 另外一家是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通過子公司BYD Motors在美國市場上銷售電動巴士車 根據市場研究還有諮詢公司所提供的信息 到二零二四年美國電動巴士車的市場規模 預計從二零一八年的七點四五億美元增至十九點五億美元左右 而中車四方美國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以及首席法律顧問表示 美國國會推進這項禁令的決令讓人覺得遺憾 他表示為了確保安全穩定效率以及乘客安全 載客軌道車輛必須更新換代 但是按照這兩法案 美國運輸部門和納稅人最終將為此買單 而比亞敵方面沒有立即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 相關企業已經警告稱 這一項禁令是不公平的 會損害他們在加州伊利諾伊州 還有馬賽諸塞州的工廠的美國工人 而國防授權法案將給美國國防部和美國能源部的國家安全項目 設定預算水平和相關政策 國會兩黨議員在經過幾個月的協商之後 就法案措辭達成一致 最終草案必須在談判人員簽字後通過參眾兩院投票 然後才能由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違法律 美國國會議員還準備禁止美國軍方購買中國的無人機 美國官員越來越擔心中國的無人機可能在監視美國人 並將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置於危險之中 這將對深圳市的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簡稱大疆創新構成挑戰 大疆創新是全球最大的民用無人機製造商 總部位於中國科技重鎮深圳 而大疆創新沒能夠立即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 公司曾經表示其無人機具備安全功能 能防止數據被傳輸給中國 而且中國政府也從未要求訪問該公司的數據 而同時國防授權法案還禁止將中國通訊設備巨頭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從美國商務部的出口黑名單中移除 美國商務部官員在今年五月份以國家安全為由 將華為列入了出口黑名單 而美國官員警告稱華為的產品可能被用來監視 或者是破壞移動通訊網絡 而華為對此予以否認 華為沒有立即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 而公司曾經反覆表示公司的設備不構成安全風險 美國針對華為的行動是被誤導的 儘管頒布了相關禁令 但是對於一些農村地區的移動通訊運營商 還有美國供應商 美國商務部給予了豁免 讓這些企業可以繼續跟華為合作 這也遭到了一些議員的批評 他們敦促川普政府保持強硬立場 而國防授權法案還包括另外一些與中國相關的條款 其中一項條款旨在減少對外國稀土礦物來源的依賴 另外一項呢則要求報告中國在北極的軍事活動 和中國在北極的海外直接投資 還有一項條款對國家安全學術研究提出了新的報告要求 法案還支持通過擴大沿河演練 對外軍售還有高層軍事交流 來提升台灣的防務能力 此外呢還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審查中國在台灣的軍事經濟 信息外交還有數字影響力 說到華為呢 但還有另外一條有趣的消息 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在十二月二日在深圳接受了加拿大環球郵報的採訪 而華為新生論壇在十二月九日發布了採訪紀要 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對孟晚舟發公開信的做法進行了評論 環球時報駐亞洲的記者問道 孟晚舟寫了一封信發表在微信朋友圈 您可能也讀了她的這封信 在這封信中她提到了自己一年的心路歷程 並且表示已經做好準備去迎接未來的不確定性 您之前說不會考慮讓孟晚舟做接班人 但是考慮到她過去一年在加拿大所經歷的一切 您會不會重新評估她的性格以及她在公司的未來發展 而對此呢任正非回應稱 這封信我沒有看早上我只看了標題 我認為這樣不合適 因為全國人民都要忙著幹活 要創造財富 爭取改善自己的收入 不能消耗太多精力來跟她一起感受 正常的歷史長河中磨難都會出英雄 孟晚舟經歷的磨難也會對她的意志產生很大的提升 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財富 而任正非表示負擔華為這樣一個技術公司的領導人 一定要有很強的戰略洞察能力 可能需要洞察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 而判斷社會或者是公司發展的方向 所以沒有洞察能力的人很難領導這個公司 而華為這樣一個科技公司 領導人需要有深刻的技術背景 孟晚舟回來還是繼續做CFO 當然這個CFO的意志會更堅強 而說到孟晚舟事件 因為她而被中國拘留的兩位加拿大人 命運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一起來看到的是來自環球郵報的一篇報導 其中詳細的介紹了兩個加拿大人現在的處境 文章開篇寫道牆壁很高 西塵灰色高聳於他們上方 鮮紅色漢字命令裡面的人聽黨的命令 一年前華為的高管孟晚舟在溫哥華國際機場被捕後 麥克爾斯帕弗與其他數百人被關在了一起 這是中國當局拘押的兩名加拿大人之一 斯帕弗先生是一位將遊客 藝術家還有運動員帶到朝鮮的商人 自五月六日以來 他與另外十九人一起被關押在三一五牢房 在丹東的一家拘留所內 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在大約六百七十公里外 在北京南部郊區的一個拘留所內 與另外一個囚犯同處一個牢房 而環球郵報分別探訪了兩個拘留場所 以瞭解情況 但是沒有接觸任何一個囚犯 而環球郵報獲悉斯巴沃先生與被關押的丹東拘留所 與另外一位加拿大人凱文拉加特 在沃泰華和北京之間發生爭吵後 被拘留的地點相同 後者與二零一六年獲釋前在監獄裡面度過了十九個月 五月份這兩名男子均因涉嫌違反國家秘密法律而被正式逮捕 加拿大政府表示對他們的逮捕是任意的 而批評者學者以及前外交官都指責中國的人質外交 這呢是國家批准的綁架 使得北京與沃泰華的關係陷入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 殺害學生以來的最嚴重低點 而外交大臣弗朗索瓦菲利普湘賓在講話中說 這兩個加拿大人現在並將繼續是我們的絕對優先事項 我們將繼續不懈努力 確保立即釋放他們並捍衛他們的立場 中國當局沒有公開發表任何證據反對其中的任何一個人 但是卻大聲地一再要求釋放孟晚舟女士 而與此同時 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的電視屏幕定期循環播放著這兩位男子的照片 提醒遊客們自從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起 他們被任意拘留 而通過採訪亞洲北美還有歐洲的人們 環球郵報了解了他們處境的最新細節 精通韓國語的麥克爾斯帕沃爾 試圖通過在丹東看守所閱讀韓語書籍 來提高他的語言水平 現在兩個人仍然被鎖在中國的司法體系中 這與價值一千三百萬的豪宅截然不同 後者由孟晚舟在軟禁期間居住 並且定期接待來訪的人 而國際危機組織的總裁羅伯特瑪麗說 你可以想像這些情況是什麼樣的 康明凱曾在公司擔任東北亞顧問 這些情況遠沒有接近孟女士在加拿大所面臨的生活 孟女士生活在溫哥華一個繁華的街區 受到安全監視但是可以自由活動 他描述了花時間閱讀小說以及完成油畫的情況 而康明凱被拘留 沒有辦法獲得他本應該擁有的大部分東西 中國當局有很大的自由度 可以長期拘留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 特別是國家秘密犯罪 而康明凱表現出了非凡的韌性幽默感和力量 但是我不會掩蓋這一事實 對他來說這是非常困難的 就像對任何人一樣 而兩個加拿大人的家人被禁止與他們見面 他們拒絕公開發表講話 以秒危機外交官以及政治領導人為確保他們釋放而做出的努力 在最初的六個月中 這兩名男子都被關押在由國家安全部管理的設施中 並且受到審問 處於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 而禁止日光照射每天可能進行長達八個小時的審訊 然而在五月他們被轉移到今天仍然居留的居住中心 警衛最初以對金屬物體的管制為由扣押了康明凱先生的眼鏡 儘管幾天後他們由塑料礦模型代替了他的眼鏡 而現在幾個月過去了 兩個人又被賦予了一些額外的自由 他們已經與家人和其他支持者交換了信件 雙方都花時間閱讀通過外交官寄來的書 而這些外交官被限制於每月僅進行三十分鐘的嚴格監控訪問 而康明凱先生進行鍛鍊 並且在訓練自己冥想 在北京被拘留的其他外國人描述了他們漫長的被迫坐著的時間 以及細薄的飲食 比如大豆肉湯 煮土豆白菜還有蘿蔔 而精通韓國語的斯巴沃爾先生試圖通過閱讀韓語書籍來提高他的語言水平 丹東警方的宣傳官員拒絕評論他的待遇 只是說我們所有的工作都必須符合法律法規 他說不存在斯巴沃爾先生受到虐待的可能性 這是沒有必要的 而在關押斯巴沃爾先生以及之前的 嘎雷特先生的丹東拘留中心部分 被拘留者必須經過隧道 還有七扇上鎖的門才能到達牢房 而該牢房內有一圈內壁 警衛塔還有鐵絲網 而當葛內特先生在那裡時 第三個街區是一個醫療區 提供的待遇相對好一些 免於其他牢房所需的強迫勞動 製作紙製馬桶座套還有塑料花等等 每天的開始是早上六點鐘 然後是西玉米州的早餐 工人們還有手推車經過牢房 為那些有能力支付高達四十美元菜價的人 提供更好的食物 如果留在那裏 加尼特每個月要花費五百多美元 這還不包括醫療費用 他說即使如此 他還是引用了拘留期間自己所統計的數字 他說他購買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四的食物 從未到達 當時有九百多個人被關押在該中心 而廁所是玻璃牆後面地板上的一個洞 完全暴露給其他人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保持明亮的螢光燈 而被拘留者告知不要蓋著毯子入睡 他們每天晚上被安排輪班 一次兩次以關注其他人 攝像機還保持不間斷的監控 而蓋內特先生可以經常使用有限的室外籠子 拘留者可以自由走動 而不是在牢房中自由移動 因為在牢房裡沒有足夠的空間 而堅硬的床造成了蓋內特先生的悲痛 以至於他接受了MRI檢查 發現脊椎未對準 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 整天都在閱讀祈禱 並且與其他被居者聊天 他們談話的內容經常轉向定罪率 接近百分之一百的其他人 在司法系統中被判入獄多久 而蓋內特先生被控於謀殺腐敗以及小偷小摸的人 共享一個牢房 但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可能會出現審判或者定罪 取而代之的是 他們在黑暗的不確定性中遵循著每日的養生方式 起床 進食 收拾 吃東西 收拾 小睡 聊天 再次進食 成群洗澡 以使用每天分配的30分鐘熱水 而蓋內特先生說 你承受著永遠不知道發生什麼的不斷壓力 只是等待等待等待不知道並且繼續等待 最後要為您帶來這條消息來自路透社 文章介紹說蘋果公司週一告訴聯邦法院 他身為關切 如果兩名中國出生的前僱員被控從公司竊取商業機密 如果他們現在的行蹤沒有受到監視 那麼他們可能試圖逃離審判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區地方法院的一次聽證會上 檢察官認為張小浪和陳濟忠應該受到繼續監視 因為他們存在著逃逸風險 兩人前往機場飛往中國時 軍因涉嫌商業秘密盜竊罪被捕 並在獲保釋後受到監視 而他們的辯護律師週一表示 兩個人都有家庭原因訪問中國 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表明他們違反了審前條件 對於這兩名男子 美國助理檢察官馬麗莎哈里斯便稱 如果其中的一名男子逃往中國 聯邦官員很難甚至不可能引渡進行審判 而蘋果公司的三名員工出席了會議 以支持檢察官 包括蘋果公司全球安全小組的戰略顧問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深人士安東尼德馬里奧 而哈里斯在加尼弗尼亞州聖河賽舉行的聽證會上 向美國地方法院愛德華達維拉宣讀了蘋果公司的聲明 聲明表示蘋果的知識產權是我們創新和成長的核心 被告必須繼續參與這些訴訟程序 以確保對事實有最終決定權 我們身為關切 如果有機會被告將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在此之間的詞內容 我們檢察官